新竹建在今天新增的四个案例 案号分别是14534 14535跟14566 14567 三位男性一位女性 其中一位女性是长照机构的住民 另外三例是桃园804医院群聚感染的相关个案 从六个多月的婴儿 40多岁的爸爸 80多岁的阿公 他们三人一开始是接受了PCR的检测 都是阴性的 但是二彩之后才阳性确诊 另外在彰化部分是新增了两名确诊 一个是排咖确诊的妈妈 第一次PCR阴性 没想到居家隔离14天之后 竟然CT值是30确诊 还有一个男子是陪阿公住院开刀 筛检确诊的 两个人都是无症状染疫 而先前和水果家族 足迹重叠收到了卫生局通知 居家隔离的女保险员 他知法犯法 还外出去送防疫保单 接触了104人 害的5个人染疫 卫生局将对他个人开发 招呼环保局又来到西湖清销 因为先前有位染疫女保险业务员 到处爬爬走 狂烈家庭社交客户和局场接触者 一共104人 最后筛检5人确诊 夸张的是明明5月15号下午2点 彰化卫生局就通知他必须居家隔离 没想到他还反问能不能出门送保单 被拒绝后下午5点人外出送防疫保单 执法犯法卫生局强硬开罚 除了个人开拔金管会 也对公司国泰人受重罚60万元 另外账话6月25号又新增两名确诊个案 排卡确诊者的妈妈第一次PCR阴性 每一线到居家隔离期满经验出 CT值30出现病毒量确诊 目前暂缓借除隔离 另外一人则从北部凡家陪阿公住院开刀时 筛检确诊 塑性足迹单纯 目前只有匡列他的家人 记者陈宋伟 陈宋伟 谢云珍 彰化采访报道 台北市联谊阳明院区传出了护理师确诊的事件 护理师已经接种了两剂的AZ疫苗 但是因为他一个人要照顾10名的确诊病患 而且还要帮患者翻身抽谈 一次遭到了病患传染 感染科专家解读了 打疫苗不代表是有百分之百的保护力 但是如果面对大量的病毒来 即使打过两剂的疫苗 保护力也是会失效的 北市阳明医院两个礼拜前 才爆发八人院内群聚 如今又传出一名护理师染疫 知情人士向平面媒体爆料 这名确诊护理师 3月30号打第一剂疫苗 6月1号打第二剂 打过两剂AZ疫苗 医院定期监测 6月7号 6月14号是阴性 但22号突然阳性确诊 根据爆料者透露 护理师一人要照顾10名病患 包括翻身抽痰等 巨高风险行为 疑似遭病患感染 在6月23日 发现有一名专者病房护理师确诊 两名院区随即匡列 相关人员裁检 共计18人 结果均为阴性 医护人员即使防护装备 包紧紧打两剂疫苗 仍有染疫风险 先前曾传出打疫苗后确诊案例 6月10号境外移入 一名40多岁女性 在美国打两剂BNT疫苗来台确诊 6月23号两例确诊个案 国军桃园总医院护理师 打两剂AZ 旅美老翁打两剂BNT 打过疫苗后仍染疫 专家这样解释 打疫苗以后 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保护 比如说你跟确诊者 有太亲密的接触的话 当然病毒进入人体 它也是会让我们疫苗的保护力失效 医师吴昌腾指出 时隔一年半后 新冠肺炎有新症状 就算打过两次疫苗 一旦出现头痛 流鼻涕 打喷嚏 咽喉痛 就是染疫真正 且比起没接种疫苗的人 更容易打喷嚏 面对狡猾病毒 打了疫苗后 自身状况 仍不能轻忽 接着黄义均 杨翔宇台北采访报道 看到这个医护人员 他已经打过两剂的疫苗 接种时间超过两个礼拜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 副组长罗义均代表说 这个接种疫苗 可能还是会确诊的 只是说他的传染力相对比较低 而且不太会有重症的情况 或是死亡 而北市疫情小组 招负招集人曲大成也说 院房现在匡列了18人筛检 结果都是阴性的 好 这位那个护理师 确实是在这个 三月底跟六月初 都有接种过这个AZ的疫苗 总共两剂 然后是在大概22号的时候 检验为阳性 所以他确实是已经符合 这个接种两剂后 超过14天有这个完整保护力的 这个定义 那目前他其实是在筛检当中 检验出来的 本身 应该是无症状或者是有很轻微的 症状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大概跟我们对于接种 疫苗后 如果还是有染疫的这个情形 来说是符合的 就说不是两剂接种完的保护力 是百分之百 他还是有一个很小的比例 有可能会感染 不过感染之后的状况应该通常就是 症状是无症状或轻微的 症状 那病毒量通常也不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来说还是有一些部分 对于重症跟死亡一定还有一个很高的 保护力在 另外就算感染到之后 也是以这个轻症的表现为主 那传染力也会下降 两天前我们联合医院一向常态的对我们所谓的高维的这个区域 就会进行同仁的筛检 那这位同仁呢 是在专责病房服务 所以呢接受筛检 不过呢 他的CT值是36 所以是一个蛮高的CT值 也就是说 介于这个阴性和阳性之间 那不过呢 我们还是把它当判定阳性 那么所以呢 他也被我们这个收治隔离起来 所以这个事件呢 目前我们还持续的在观察中